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我的超级前女友》 抢劫放昔结了一个珠宝店 他们以为自己成空逃脱在车上时 开心不已 车突然被一个会飞的女人抬起 这个女人直接把抢劫放的这辆车扔到了警察局的门口 原来这个女人 这个城市的英雄叫G-Girl 大家一起为G-Girl鼓掌 马特和自己的好友在地铁里看到了G-Girl的新闻 他们都觉得G-Girl是一个令人惊喜的女性 对她充满了幻想 而在现实生活中 他们连普通的女朋友都没有 马特被为戴眼镜的女孩吸引 她向前搭上 女孩还没等她说完就直接拒绝了她 这时一个男人抢走了女孩的包 马特追着男人跑了出去 虽然马特因为讽刺了那个男人 进而激怒了她 马特吓得躲进了垃圾桶里 但女孩的包还是她拿到了 因此女孩对马特有了改观 向马特介绍了自己叫珍妮 马特也给珍妮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 站当马特被认为性骚扰女同事汉娜的时候 珍妮打来了电话 约马特一起吃饭 他们互相诉说着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珍妮突然提出想去卫生间 实际上她就是G-Girl 现在要去拯救失火的建筑 从好友的电话里 马特得知好友见到了G-Girl非常羡慕 后来珍妮任务完成 假装从卫生间出来 马特觉得珍妮的相处和想象中不太一样 珍妮力大无穷 让她有点招架不住 但第二天马特还是和别人炫耀着和珍妮的约会 离开的时候出门就被绑架 绑架马特的人向她不断询问珍妮的弱点 随后又将马特倒挂在了自由女神神像上 珍妮出马将马特救了下来 但马特并没有将她认出是G-Girl 珍妮终于向马特坦白了自己的真正身份 告诉马特绑架她的是自己以前的同学巴黎 珍妮和巴黎在学校里和大家格格不入 但他们两关系很好 并成了情侣 后来一块陨落的石头 打破了这些 珍妮吸收了陨石的能量 拥有了超能力 而巴黎则和她越来越远 他们分手后 巴黎就开始不断的骚扰她 不过珍妮是个占有欲非常强的女人 珍妮对马特和自己同事汉娜的亲密举动非常在意 马特受不了珍妮的疑神疑鬼 就和珍妮分手了 但珍妮没有善罢甘休 她用自己的超能力不断的扰乱着马特的生活 让马特失业 并且让她无法和自己的新女友汉娜好好相处 终于马特无法忍耐 她决定联合巴黎一起将珍妮的超能力 用曾经的那块陨石吸走 马特假意取得了珍妮的原谅 就在他们暧昧的相处在一起的时候 汉娜也来了 两个女人争吵了起来 装着陨石的箱子 背部小心打开 陨石吸收着珍妮的能量 巴黎在一旁得意的看着这一切 并准备将能量据为己有 突然陨石破碎 汉娜意外拥有了一半的超能力 两个拥有超能力的女人扭打在一起 马特出面向珍妮解释 其实巴黎一直深爱着珍妮 她的家里一直有珍妮的一片神圣角落 巴黎也坦言 她自己是害怕配不上珍妮 才做的这一切 后来珍妮和巴黎终成眷属 马特和汉娜也终于美满 而在有危险发生的时候 就是两个女超人一起出面去拯救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不见不散